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市府积极推动替代能源,降低对传统高耗能发电的依赖,明年将补助加护装设太阳能板,每千瓦补助18000元,每岸最高补助30万元。市府金发局今天说,明年编列570万元预算,希望能提升民间设置意愿。 金发局说,新政院推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其中推广太阳光电位政策主轴之一,规划106年至113年,预计太阳光电设置量达20GW,百万千瓦,包含地面形17GW及屋顶形3GW,往2025年飞和家园目标努力。 为响应中央太阳光电计划,市府持续推动多项绿能政策,除以订定相关规定,在市馆工有厅设屋顶设置太阳光电发电系统。 截至今年10月底,共计有147栋工有厅设完成标策,总装置容量可余19900千瓦,发电量可达2500万度,相当于可供应超过6400户。 家庭用电每年约可减少1,34万公吨以上的碳排量。 市府也依照发展低碳城市自制条例规定,针对用电大户分三阶段公告。 自公告日起三年内需完成装设契月容量10%以上的太阳光电,风力发电及其他绿能设备。 目前有445家用电大户配合实施,另外从104至106年也投入补助太阳能热水器约1000万元,补助约3000多户。 此外,金发局明年更编列570万元议算,针对家户设置太阳能板每千瓦补助18000元, 每岸补助最高30万以持续带到民间共同促进率能推动期待早日达到非核家园及能源永续发展目标。